覫劃街道 网民屋了兩個星期 我終於說了點事 趁現在趁有少許時間 我要去一個隱世的酒廉 享受一下這個叫田園生活 這個地方是要搭船的 所以我現在趕緊去中環碼頭 接著就要上船了 城市的生活是超級忙碌的 我過兩個星期是超忙 早上7點到晚上10點 工作到差不多 今天星期日偷懶一下 要逃避一下 說這麼快我就去到中環碼頭的6號Pier 這個地方是要去梅窩的 這個隱碎咖啡是在梅窩的碼頭附近 因為我看到IG上經常有人貼一些很漂亮的照片 是對著那個魚台吃T 好像很棒、很爽 所以現在我就要偷懶一下 去享受一下這個寧靜的空間 去梅窩其實有分幾隻船 這個叫做高速船 好像40分鐘、30、40分鐘會到 好,先搭船 我想我也有兩、三年時間沒有搭過船 對上搭船我記得好像是去澳門 我心情上都挺好的 因為搭船的動作是有旅行feel的 先偷懶一下 搭船的期間沒東西做 當然是錄一下這間咖啡 我心情有什麼好處 我想看上去其實人影的照片都挺漂亮的 聽聞是一個貨櫃砌出來 有窗的咖啡 話說我今早早6時半已經起床了 早上回公司做了一會兒的事 就特意趕進去梅窩搭船 40多分鐘的船進去吃午餐 是神心的 希望沒有失望 待會兒再用多點水 開船了 看看船邊的浪花多小 都算平靜的今天在海邊 不要睡著 稍後就到 好,下船了 人們都會帶著行李 有很多外國人來梅窩 還是他們住在這裡呢 原來搭船真的挺快的 我之前想著去梅窩大概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中環進來呢 其實35分鐘搞定 吃個午餐我也覺得不過份 那我就看回手機了 因為原來是走路過去大概五分鐘時間 就沿著這條路走五百米 然後呢 我就會見到一條橋 哇,這裡很漂亮啊 這個位置 我的藍色衣服 襯回這裡的背景 挺好看的 很放假的感覺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 就算放假 都應該穿些放假的感覺 令到自己自興興奮、開心 原來呢 碼頭邊這麼多店鋪 戴了超過 不覺得我更加有這個旅行的感覺 好像去了東南亞地方 網上教我們怎樣走過去呢 就是看到這條橋 不要走過去啊 記住千萬不要走過去 就順著這條 左邊繼續直走 大概兩百米就會到的 不知道觀眾們 你們有沒有來過這個梅窩 其實我記得第一次來梅窩的時候 就是當年我很想去泰國旅行 誰知去不成 然後憤怒地自己和人來這個銀礦灣的泳灘上面 一會兒看了兩小時的書 心情就平和了 但是來到梅窩 你就好像去了另一個空間 密度低一點 人的衣著打扮力放鬆一點 然後你又不需要經常撞到人 經常說高興 其實我覺得是挺好的 然後走到這裏 就會見到這個叫做銀石街 然後過一條馬路仔 就會見到消防局就是一個地標來的 煤窩消防局 這裏就是煤窩荔枝山度假農莊 我身後邊繼續在這條小路進去 就會見到隱世及氣 走到前面 你就會見到有些竹牆 挺靚的 看一些竹的質感 然後順著這個續舊 就會去到隱世的咖啡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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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走了大約五至七分鐘的時間 我已經去到這個叫做 HIGHOUT的咖啡門口 其實這間咖啡是需要提早預先去預約的 否則未必有位 我的朋友就很好 提早已經預約好了 好 進去先 這裏沿著下去就會見到 嘩 做得很漂亮 做得很像 其實咖啡門口不是很大的 這個就是魚塘 用餐區域就在這邊 左手邊就是用餐區域 然後這個就是舔剩的魚塘 帶上魚竿就可以釣魚 真的有人釣魚 真的有人釣魚 等一下 這個就是他們做食物的區域 這個就是廚房 Open Kitchen 這個就是那些貨櫃砌出來的 都挺欣賞這個奶白色 米色通的貨櫃屋 都挺modern 這個就是整個環境了 朋友到了 還帶狗仔來玩 Hello 比比 比比你可以拍照 今天 這裏的用餐時間 每次進來都是兩個小時的時間 網上看過 剛才坐魚塘的位置 有些人說 其實是要大家自律地讓位置給人打卡 圍著魚塘的位置 只有四個設定 每個設定坐兩至三個人 其實是沒有人叫的 就是很自動地 你自己逐個逐個去坐上去 但那些人不走 你就不能坐 有些人會放在前面的位置 然後他們走之後就會放上去 剛才我們蠢了 因為剛才我們去叫食物 然後一堆人全部坐在後面 明明有個吉的位置 被人放到 所以 看了就當 打卡就算了 等一下有沒有機會有人離開 就可以坐上去 這個餐牌 這個就是 drink menu 有Copy 然後有 凍又熱 有不同的選擇 重點就是 就是肚子餓了 吃午餐了 吃午餐了 食餐有 例如all day breakfast 然後有avocado toast 然後有很多食物 其實還有Cake的選擇 款式是1,2,3,4,5 有五種 咖啡有兩款 Ethiopia和Panama 他介紹我這個 是用了Panama的咖啡豆 然後加了一個 Tonic Water 就是Espressal 加Tonic Water 加冰 然後就會變成這杯 這麼特色的飲品 是特別的 但這個咖啡很好味 這個咖啡 但這個Tonic Water 加進去 見仁見智 味道是不錯的 試一下好不好吃 首先吃一下 腸 看看好不好吃 這肉腸也算是煎得不錯 這個咖啡豆 其實就像家裡平常買的 鴨肉腸 即是外面都吃到的 但這個很難吃 在香港是很難吃的 是啊 先吃一下菇 這個菇炒得很juicy 不錯不錯 這個價錢是130元港幣 我覺得是正常價錢 中規中矩的一個 all day breakfast 那杯飲品又再加幾十元 我覺得 這麼老遠進來 享受一個這麼休閒 險證的環境 是有價值的 他們很多的食材 都是自己耕種 然後去採集 最近這兩三年 我都比較注重環保 所以其實 在這個可持續的概念上 我挺欣賞這間咖啡 而且這裏的環境上 真的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反差 因為剛才早上 我還在公司工作 現在突然間這個整身的造型 再加這個食物各方面 好像是有一種 離開了一個現實的生活 然後突然間去了一個很客氣的地方 去玩 木的色系 外面看出去的環境 那座山 其實風水應該挺好 沒有 我覺得這個咖啡 算是一個挺貼淺的地方 他們的美感是真的不錯的 這個地圖做得不錯 飲食的空間也不錯 食物的質素也不錯 可以在一個這麼繁囂的工作裡 偷偷地出來 花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連坐車兩個小時左右 其實是真的不錯 這個就是這個農莊位置 其實它有些種植 但其實種了些什麼 我都不太知道 吃完一個休閒的午餐 是時候又要回去繼續努力做事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集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是時候記得按個讚 以及分享一條影片給別人 最重要就是 要訂閱我的頻道 Mountain Yen 按個鈴鐺 下次有影片的時候 你會即時收看 拜拜